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 7件事情 SF成员确诊 上个月才爆出 Employing全团5人 确诊消息的FNC娱乐 时隔一个月 师弟团SF9成员 Tawon Huyong 也确诊了新冠肺炎 10月14号 所属公司在广卡发文表示 SF9 Tawon Huyong 因为与确诊者近距离接触 而接受了PCR检测后确定确诊 其他成员们则全部为阴性 所属公司有在好好做防疫吗 怎么又发生确诊了呢 请好好做防疫 不要让其他成员们再确诊了 希望能早日康复 希望能早日康复 吴京哥Game白色运动鞋 随着韩剧 吴京哥Game全球性的爆红 剧中演员们参加比赛的时候 穿的盘死白色运动鞋的销售量 也增加了7800% 而在公开吴京哥Game后 Netflix的市值也增加了 204亿3000多万美元 这鞋很像是学生时期穿的室内鞋 7800%的话 会不会是之前的销售量非常不好呢 吴京哥Game第二季一定要出来 Lisa DJ Snake合作 Blackpink Lisa将与法国出身的 世界级DJ DJ Snake合作 10月14号 DJ Snake在自己的推特上传了 Coming soon Lisa of Blackpink的影片 YG娱乐也对媒体表示 非常期待两个人的合作曲 然后在昨天 YG也发文声明 一直以来都觉得 深受大众们关爱的艺人 部分的诽谤是需要自己承受的 所以尽可能没有进行提高 但是对于艺人们的谣言 诽谤人身攻击 侵害私生活越来越厉害 公司决定采取强烈的法律措施 目前已将持续恶意传播 虚假事实的部分网友们 以名誉毁损 侮辱业务妨碍提高了 哇 终于 黑粉们现在应该忙着删自己的留言吧 先提高后通知太爽了 以后也希望继续提高 Blackpink真的有太多造谣了 阿米棒不可以 庞弹孙短的应援棒被称为是阿米棒 最近美国交通安全部通过IG 向全世界的阿米们发文表示 在美国机场通过安检的时候 如果要提起应援棒的话 请不要说是阿米棒 叫它是Light Stick 阿米棒等于军用炸弹 想一想确实是挺吓人的 被问的话就说是应援棒就好了 真的会有人说是阿米棒吗 应该是真的有很多人这么说 所以才会在官方IG发文吧 一位网友在论坛上传了标题为 这是一段 在2012年接受采访的内容 采访表示 二年级的时候 想要在一年级面前装很强的样子 所以就有调教他们纪律 K-Shop的要怎么翻译呢 就是长辈们为了让后备们听话 服从自己而做的一系列 这些事情 在拍了这部剧后就感觉到 不可以再这样了 当时 苍西奈拍的戏叫SOS 是有关校园霸凌的内容 发文的网友表示 这是2012年的新闻 2012年的话 苏金 苍西奈是15岁中学二年级 苍西奈主张自己从中学二年级开始 就被一区人霸凌 而自己在霸凌的时期 却在采访中说 自己有调教后备们几率 然后也有网友上传了另外一则2012年的新闻采访内容 苍西奈现在是中学生 他对现实的校园霸凌有什么看法呢 苍西奈表示 虽然我自己没有遭过校园霸凌 但是有跟朋友们听说过 最近抽烟的朋友们会在弱小的朋友身上熄火 用自己的嘴说了自己没有遭过霸凌 自己欺负了后备们 竟然还对苏金那样 是演员把事情弄大的 希望你能负起责任 但是毕竟是有什么 所以苏金才退团的 而且已经退团了 所以不要再欺负演员了 昨天被黑粉造谣的捧探成员批 今天凌晨在粉丝论团发文表示 很心寒 想要唱呜 今天晚上会在梦里设他们的后颈毒阵 要小心脖子后面 真的能感受到呜的无奈 哇能这样说出来感觉更好 做得好呜 对比说的这些话有反感的人 应该就是黑粉跟毒尾 黑粉们还在那里激动可可 粉丝们现在变得更加坚固了 你们做那些事情对我们的打击是零 顺便给大家读一小段呜的歌词 真实也会变成谎言 谎言也会变成真实 愤怒当然需要 但这不是愤怒而是愤变 愤变 精神分裂症 照顾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儿 十多年的七十岁老夫妇 因为担心外孙女的养孕问题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父亲A某在调查中对警方表示 年纪大的我哥老婆先走的话 担心女儿会毁掉孙女的人生 所以就下手了 对此10月11号 法院判处了父亲有期徒刑五年 母亲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缓刑四年 为了孙女要亲身杀害自己的女儿 这心情真的是无法想象 好心疼 为了孙女牺牲的两个人 这个事件不能随意判断 没有经历过的话是绝对不能知道 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怎么会 为了有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的家人们 社会福利体制也要做好 不要再发生这种悲剧了 对于这对老夫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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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